做好了嗎 韓院長是520接待太多外賓了嗎 一度要把卓榮泰當成外國人 但或許此刻比較像是自己人 雙方會談融洽 也讓韓院長在結束會面大吐苦水 不過卓葵來不是要來聊國會改革 而是政院要推的打炸司法 韓院長則判能向政院溝通 花年的交通建設法案 而政院的打炸司法 也讓新部長和委員化家長特別拜託 希望打炸司法能夠趕快過 因為裡面還包括洗錢房子 卓內閣的優先法案很明確 當然花蓮的災後重建同樣重要 首次外縣市的視察行程 就是只奔花蓮 第一站先來到下清水橋 確保5月底能順利通車 所有的補助 所有的計畫 我們希望它能夠加快時速 能夠如期到位 這樣才能夠讓我們對災民的災區的 災民的寬心 真正表達出我們的誠意 而仍在花蓮視察的卓院長 下午4點還碰上鎮央在花蓮外海 規模5.2的地震 花蓮震度有4級 警報一直想 警報一直想 越想我們就越增加我們的決心 中央泰不怕地震 只怕重建進度被拖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